中越战争边界死亡哨所 在1984年期间,中越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哨所,发生过非常惨烈的战斗,而驻扎在此的双发士兵无一幸存。 这个哨所只是一个防御攻势,并不是很完善的哨所,由于防御攻势很薄弱,所以非常同意失守。 而失守意味着守卫这个哨所的士兵没有活下来的机会,当时这个哨所由我军驻战。 后来在1979年初的一个晚上,越军特攻部队偷袭这个哨所,守卫哨所的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。 哨所落入越军之手,1979年2月19日凌晨,我军一个侦察分队对这个哨所进行骑袭,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哨所上的越军收复了尸体。 后来越军又对这个哨所进行反攻,以几十人的代价占领这个哨所,就这,让你夺过去。 我夺你去一直到了1984年,这个哨所在双方几百万发炮弹的轰炸下,从一个班级哨所变成了一个连级哨所,并且中国军队收复了该哨所而结束。 解放军收复了这个哨所之后,在哨所上面修建了很多级屯兵,娱乐室,吉养室,弹药库,甚至还有篮球场,或许用文字无法描述当时战斗的惨烈。 只有真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,才能真正感受片热土上的先烈的英勇事迹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